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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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请放掌 我们来看十二门论 看到第几门呢 一八门哦 关信品 关信品 在 刚刚有拿给大家看一本书啊 这是有关于中论 中关根本论 佛护士 那么 现在哦 在 几个 重要的中论的注解 像在汉文佛教里面有的 就是 中论 中论 青木士 还有呢 这个是 中论 青木士 是 是由 纠摩罗斯翻译的 他把 论诵 和解释 都翻出来 另外 还有 轻辩论诗 的 波罗登论 轻辩 轻辩 这个其实在 三年多前 这些都讲过了啊 他另外还有所谓的 金鸣巨论 巨名巨论是什么 岳城 岳城市 清辩市 另外还有一个是大盛中关市论 殊 大盛 中关 士论 这是安慧事 安慧是安慧论思 现在根据藏文 有 中观根本论是,佛护士 佛护士 佛护论师,把这事实解释 是,跟轻辩论师大约是同时 轻辩论师呢 主要是对于 中观学见解 他是属于自立论真派 而是所谓的中观秩序派 我现在都还没讲到 十二门论 他是属于自立论真派 也就是所谓的自序派 序就是自序派 那么安慧论师他是属于 为氏 他属于为氏的十大论师 佛护士 佛护士呢 佛护论师 他是属于 这是 闺谬论正派 闺谬论正派 那算是称为什么派呢 印成派 印成派中观 那么延续佛护论师的 越称论师 越称论师 他也是属于 闺谬论正派 印成派 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个是在印度 印度佛教思想史上呢 他对于中观学派的分派 但是尚不止如此 在 轻辩论师的 秩序派 他还有分 分出来两 两个支派 还有一个是 随顺经步型的中观派 还有随顺于且行的中观派 好 这两个 那而且在 整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来说 学界的普遍认为 都是认为啊 这个 越称论师 佛护论师这一派呢 是中观 学派的什么正宗 经过考察并不是啊 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 他们是各占圣场 甚至后来 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后 反而是 这个自立论正派的 中观派的 自立论正派的论师 多于 中观应成派 那么为什么中观应成派 后来是认为是中观学的正宗呢 多半跟政治 政治势力有关系 大致上是这样 多半啊 都不一定是 好 这是 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那现在的 静明句论 他都翻译成 中文了吗 没有 有从泛文 翻译成日文 整个全部翻译出来了 但是从泛文翻译成中文 目前还没完全翻译出来 在一些做学术研究的论文里面 啊 有 看看全国啊 集合起来 有能不能凑成 中 这个 静明句论 从泛文翻译成中文 但是藏文翻译成中文的 静明句论 有了 但是很难看 看不懂 现在就是期望 看看 这个 达埃喇喇喇喇的首席翻译官 他能不能翻译静明句论 ok 但事实上给大家说到这 那我们现在是要来看 官信门 官信门 这一门 哈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提解 那这个是 基金会旧版的 十二门论原文讲话和中置遗迹 现在有 最近有印心的 大家要请可以去请 啊 这里面的十二门论讲话是慈航法师 所讲的 他白话解释 不过 不过就是 太太过白话了 好来我们来看 十二门论 官信门 这一门啊 好 已经到第八门了 上周是不是第七门后面 还有一些还没讲完 还是已经都讲完了 都讲完了 好 好 ok 我们看 官信门是在第几页呢 67月 我们知道齁 十二门论啊 跟主位说一下 十二门论 十二门论 是中论的 是中论的纲要书 那么每一门呢 都将啊 中论 是中论的 几个 屏幕啊 浓缩其中 每一门 好像是 官信门 我们 就我的观察 我们看齁 给大家 说一下 第一个 他有讲到 做法 不做法 或是他性 等等 或是自性等等 这个 这个在中论里面是属于 我们 我们看中论的这个 屏幕啊 就可以约略得知 他大概是出自于啊 中论的哪些品 啊 这个可以来去做比对 像观作作者品 除了这一品之外呢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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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事 殺 好,請看,這裡找到了,中論 中論的哪一瓶呢 無事殺門國,那這是在哪一瓶 這在中論裡面可以找得到 第四 它是說第四篇章 我們看看,你看,觀世帝品第24 這裡面都有 所以這個可以拿來做比對 這關信門 好 那後面還有紙承過時有二帝 的這個問題 這也是在四帝品裡面有 好 好 那我們開始來看關信門 先給諸位解釋題目 這個 關信門呢,這個信就是自信 自信 自信不可得 根據前一門啊,我們發現 生住易滅 這些有違法 諸相 極無聲無助 無違法諸相 都是自信不可得 是原生 而無自信 所以不能啊 所以不能啊 值為實有 也不可以 值為實無 所以這個信 所以這個信 是指自信之故 沒有自己的體性 也沒有的他信 無自信 無他信 自信不可得 啊 那所以這裡是要破除這個信 啊 給大家 啊 破除 啊 遮破 遮破 這個 這個 這個信是什麼呢 外道 及凡夫 所 既值 一切事物的 自有 獨有 狠有的 真實 非 原生法的 字體的性質 啊 我把它打 打字 打一下哈 外道 這是 遮破 遮破 外道 及 凡夫 所既值的 記 記 記是 記叫的記哈 執 執著的執 所記值 一切 事物 的自有 還有 還有呢 獨有 還有 橫有 橫有的什麼 執著哈 是真實 而非 是 解釋 是真實的 而非 原生 啊 緣起的緣啊 知 自 其 即 的 提醒 好 折破 折破外道 及凡夫 所 計值的 提醒哈 這個是要 折破的 外道凡夫 所計較 執著 他計較 執著 什麼呢 一切事物 自由 一切事物啊 他有他自己的 獨立的 獨立的 橫常不變的 而且是 真實的 不是 原生 的 性質啊 所以 折破 外道 和凡夫 所 計值 一切事物的 自由 獨有 橫有 啊 這些是真實 非原生 是自己的 體性 所以這個 性 是這個 所以呢 破除這個 自性 好 那麼 事物的存在 一切事物的存在 都是由 性 像 和用 所顯現 性 就是 他有 他自己的 性質 像 為了展現 這個性質 而 表現在外的 形象 那 用呢 有性 有像 看看有沒有他的 用處 好 好 好 比我們說 冰 冰 的性質 是什麼 冰的性質 是 這個 溫度 溫度 低 然後很冷 像呢 形象是什麼 一塊 有水 凝結成的 然後呢 溫度很低的 透明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他的用處呢 可以使溫度 降低 這是冰 對不對 所以有性 有像 和什麼 用 但是呢 就 原起法來說 這一切 都是 原生 當溫度 升高 這個 冰塊的 這個 冷啊 透明的 像這個 水晶 或者玻璃 塊狀物 他就不復存在 他還能不能 可能使 這個 物體的溫度 降低 就很難了 所以他沒有自己 個別獨立 而存在的性質 由這個來說 然後 破除他 這三個 自有 獨有 橫有 好 題目 給諸位說完 那我們直接來看 他的 宋文 觀一 父賜 一切法 空何以故 諸法無性故 這都說過了 寄宋 如說 建有變異相 諸法無有性 無性法亦無 諸法皆空故 好 建有變異相 這個變異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說明它 這個空 是空性 空益 空益 或空用 空益 我們現在只講這個空 空空 不管是現象界 有違法 或是 無違法 都是沒有啊 一億長斷 生滅來去 也沒有啊 自己獨立存在的 字體 都沒有 那現在講這個變異 給諸位來說 到底是 什麼意思 我們現見的一切諸法 我們 就是我們現前可見 的一切諸法 都是會變化的 有變 就會有所不同 所以稱為變異 就像 冰 融化成水 而水呢 溫度降低 又結成冰 它不是固定的一個單一形象存在 所以稱為變異 所以 經由這樣子來說 諸法無有性 就是沒有它自己獨存的 性質存在 好 這兩句誦文 跟諸位說 好 有些人會說 像金銀銅鐵 它都是屬於 什麼 都是屬於固體啊 但是溫度高起來的時候 它這個固體的樣子 就不存在 是不是 像現在我們說的 氣體 氧氣 或是什麼 氮氣 或者氫氣 對不對 我們看起來是氣體 對吧 當溫度要是夠低 它就會變一體 變固體 喔 可以不可以了解 根據現在的科學 最低溫 絕對零度 是什麼 攝氏 零下273度 那所以像 氣體 氫氣 它也會 它也會凝固 所以它沒有固定的 形象的存在 只要因緣條件改變 它液態的氫 液態的氧 液態的氧 還有液態的氮 都是這樣 實驗室裡面最常用的 就是液態氮 只要溫度夠低 所以前面兩句宋文說 無性法亦無 既然沒有自性 那是不是 沒有自性 這個法則 是不是 是真實 而不虛妄存在的 他說也沒有 無性法亦無 所以連無性 這個也否定 因 因為是諸法皆空 好 宋文講完了 可不可以 底下 長行就是在解釋 這宋文的 給諸位念一下 諸法若有性 則不應變異 而見一切法皆變異 事故 當之諸法無性 這講過了 復次 若諸法有定性 什麼叫做有定性呢 一切事物啊 有它固定的體性 既然有固定 那就是恆長不變 而獨立存在 這叫做有定性 如果諸一切事物有其定性 那就不會從 因緣所生 那就會落於 永遠生 這個問題 他說 則不應從眾元生 那就會落入了什麼 生滅長斷依義來去中的苛咎中 有自信的話 好 再說了 如果 這個性 自信從眾元生 他說 性即是做法 不做法 不應代他名為性 事故一切法 很好 我這邊白話解釋一下 他這裡是這樣說 大家思維齁 事物如果有 肯定的 真實存在的自信 就不應該產生便宜 這講過 但 但是 經驗所得的一切事物 都要 產生種種的變因 所以知道 一切事物 是沒有其自信的 再說 如果事物有他的自信 他 這一切事物諸法 就不該從眾元和何而產生 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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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就是弱性從眾元和何 假使 外人 所 執著 這個自信 是從眾元和何 所產生 那麼 他就變成了做法 什麼是做法呢 有 由元 生 而 造作之法 原生 諸法 這個 就是造作出來的 那我們說 因元所生的一切法 是造作的嗎 有造作的 有能造作 就有所造作的 就有被造的 客 客體 主體 客體 那這樣還是落入了什麼 生滅長斷意義來去之中 就是 相對相待啊 可不可以啊 了解嗎 所以 現在講到性即是做法 好 好 所以這個性即是做法 是要被破斥的 唯有呢 不是做法 不應待他 不應待他的意思是 一切諸法 都不是 由自信或他信所成 所以叫不應待他 那不做法是什麼 一切諸法 不是被造作出來的 一切諸法 好 所以呢 不做法 不應待他 那為什麼這邊講名為信呢 應該是說啊 沒有 這個做法 也沒有不應待他 不做法 也沒有所謂的這個性 的存在 自信的存在 所以所以一切法空 他這個不啊 是包含了 做法 應待他 和 性 所以他應該再加一個字 不做法 不應待他 不明為性 連自信 連自信都 被否定 所以事故一切法空 好 這一段 詳細的給主委解釋了 再來 立空 立空 無有三寶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第二段 立空 無有三寶 這裡齁 其實就是根據 觀世地品來的 先是外道立宗 問曰 若一切法空 無生無滅 若無生滅 則無苦地 若無苦地 則無極地 若無苦極地 則無滅地 若無苦滅 不滅 不滅 若 諸法 空無性 則無世聖地 無世聖地 故 亦無世沙門果 無世沙門果故 則無賢盛 世事無故 佛法生亦無 世間法皆亦無 世事不然 世故諸法 不應盡空 好 這段很容易理解 這是外道 他要反難 他反難什麼呢 諸法不應該解空 外道 反難 諸法 不應 解空 理由 是什麼 理由他底下它有一連串的 他說如果 空性 就无生无灭 他就一连串下去啊 到什么 没有佛法生 没有世间法 到这里 到这里啊 所以他否认 有空性这回事 所以他否认 空性这回事 我现在白话来给诸位解释 底下的试文应该 好 大家我们来看 看底下的试文就可以了 有学者听闻一切法空 不能理解 他认为 他就错解了 一切法空 他错解了一切法空的意思 他们外道认为的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就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呢 就是什么 什么 都没有 就是虚无啊 或是呢 缥缈 没有啊 没有一切 没有一切 事物 的 存在 存在 这个是外道 错解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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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空之意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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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什么都是虚无的 缥缈的 一切事物都不存在 这是外道错解 那我们说存在呢 它并不是实有的存在 它是 各种因缘条件下合合 而存在 什么叫做各种因缘条件下合合 而存在呢 例如 冰 冰块 冰块怎么能 成冰呢 当然是由水来的 水呢 降温到零度以下 它就由 液态成为固态 而且是在一大气压 25度C 这个 情况下 将水降温 水有水的温度啊 降温 所以它变成冰块 那冰块 在这样的 条件 因缘下 它成为冰块 当这样的条件因缘不存在的时候 那么冰块 也就不复存在 就融化成水 或者是水呢 加热到100度 它就化成水蒸气 水气啊 它就化成水气 变成水分子飘荡在空气中 所以它这个 是无常的 不是恒常存在的 是因缘有而存在 而外道错解 它说 认为这一切事物都不存在 好 好这白话解释 有学者听闻一切法空不能理解 认为一切法空是什么都没有 一事急出问难 若一切法空 则一切法无声无灭 好从怎么从一切法空 则一切法无声无灭 这怎么跳跃过来的 这个是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一切都不存在 的话 那么谈论 这个 事物 升起 和什么 结束 就没有意义 所以他们讲的无声无灭 是这个 跟 中官讲的无声无灭 不一样 好 那怎么又从无声无灭跳到 没有苦地呢 苦极灭到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这样的跳跃 好 好 来 能主位说 这个苦地是苦圣地 苦圣地指的是什么 对于现象界 所以 我们说 我们说 由烦恼而升起 而对于现象界感到不能 从随心所欲 不能满足 不能满足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苦 像所谓的苦苦 坏苦 辛苦 这是三苦 八苦 生老病死苦 愿正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音赐神 乃至无量诸苦 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在什么 在起落 而我们的烦恼使令我们对于一切事物 想要得到满足 而不得满足 所以才有苦的产生 那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所称之为苦圣地 那如果说好 一切法无生无灭 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那么就不应该会有苦的产生 苦圣地不存在 好 现在这个是一连串的下去 既然没有苦圣地 也就感受不到苦的存在 既然感受不到苦的存在 苦的发生是由于我们有烦恼 既然感受不到苦的存在 那就不会有烦恼啊 就是没有极地 那既然没有极地 烦恼不存在 我们就不用去修学灭苦之道 这是灭 就是道地不存在啊 既然道地不存在 无灭苦之道 我们就不会正得一切诸法的极灭啊 这是灭地啊 既然一切诸法的极灭 都也不存在了 四沙门果位也不存在 那既然没有四沙门果 我们说出果就是圣人啊 出果虚头环 二果施陀汉 三果阿纳汉 四果阿罗汉 四沙门果不 不存在 就没有出世间的圣人啊 在还没正得四沙门果位前 是贤人 这世间的贤人也没有 出世间的圣人也没有 既然如此三宝 佛法生也无由见利 所以你讲的 说一切法空是错误的啊 必须一切法有 才能建立这一切啊 但是这个外道是相当之厉害 他藉由这样子呢 最后会反难 那你如果说一切法有 所以佛法生三宝存在 然后他一路顺上去到最后 这个 一切都是石油 所以上帝啊 唯牛天 这些都要存在 外道的理论也是跟着建立 好 这是他的连环记 好 先说到这 喉咙有点卡卡的 好 这是外道说的 啊 他立空 如果一切法空就没有三宝 这些事情 好 第三 只成过失 那么 龙树菩萨就开始 破除外道的 谬剑 破除外道没有剪 好 龙树菩萨他用 这个 这样来说 他说诸佛依二地 为众生所法 好 一以世俗地 二地以 这完全就是中论里面的话 请看中论 那请看哈 看中论里面他说 若一切皆空 无生亦无灭 如是则无有是 神帝之法 对不对 则无有是 是则 如是 说空者 是则破三宝 好 这个是在 中论的观世地平 但底下 他说空法坏因果 亦坏于罪福 亦复 吸毁坏一切世俗法 但是呢 这是外道啊 不解 完全不了解空的真正 毅力啊 哦 所以龙树菩萨回答 鲁金石不能 知空 和空因人 即知于空隐 事故自身 然后他底下 就来说明啊 你看跟十二门论是不是很相同 诸佛一二帝 为众生说法 一以世俗地 二帝一一帝 若人不能知分别余二帝 则于身佛法不知真实义 若不依俗地 不得第一亿 不得第一亿 则不得涅槃 不能正观空 顿根则自害 如不善咒术 不善作诸蛇 所以这个缘起之法 甚深为妙 不是啊 顿根所能得之 你看对照十二门论是不是很相近啊 他说答曰 有二帝 四帝二帝一帝 因四帝得说第一亿帝 若不因四帝则不得说第一亿帝 若不得第一亿帝则不得涅槃 若人不知二帝则不知自利他利共利 如是若知四帝则知第一亿帝 知第一亿帝则知四帝 如今文说四帝 未 未是第一亿帝 是故 躲在十处 诸佛因缘法 名为圣神第一 是故 是因缘法 无自信 故我说是空 好我这边 来给诸位白话解释 所谓的 他说 回答 佛法分世俗地 和第一亿帝 但是 在 基金会的本子 他没有解释什么是世俗地 什么是第一亿帝 那这边我给主委解释一下 二帝 那请看二帝 什么是帝呢 是真实不虚 好 现在我们看二帝 他都只是讲二帝的分类啊 好 佛教最基本的理论原则 通达二帝的道理才可以通达佛教 不了解二帝的道理 就无法了解佛教 啊 佛教主要目的是叫人破除我直 法直 而体认 这个真实啊 是 诸法实相 好 二帝呢 我现在来讲 帝 帝 是 真空的意思 这里指 真理 真俗二帝 是事物所具有的两种真理 凡夫 啊 这是现在讲世俗帝哈 从 从 时间上 由于经验或习惯 所观察到的事物原理 他称为 世俗帝 或世帝或俗帝 圣人 由究竟处 透过真实的修行 而体验 事物的真实情况 就是正德诸法实相 这个才是第一异地 或真地 和一个是世俗帝 一个是圣异地 啊 世俗帝 肯定事物 存在 圣异地 否定 事物啊 有其实质 但是呢 不管是 世俗帝也好 圣异地也好 都是空性 你不能片面的 来了解一件事物 更不能把世俗帝 错解为圣异地 或是圣异地 套用于世俗帝 这都是不对的 这都是不对的 好这样这样可以了解吧 所以诸佛依二地为众神说法 那到大制度论呢 更开展 世西坛 世西坛 四种西坛 四种西坛 先游二地 四西坛 大制度论 更开展于世西坛 那到法华悬论呢 更加开展说 有十种 四西坛 好二地也给诸位说了 四西坛是什么 世界西坛 各个为人西坛 对字西坛 第一意西坛 四种 西呢是普遍 谈呢是给予的意思 四种普遍给予 众生 度化众生的原则 法则 称之为 四西坛 三 是这样子 二地 四西坛 跟诸位说了 所以 你 在讲授 世坚法的时候啊 跟你讲 世坚的 正理 然后呢 由世坚的正理 導引到 初世坚的正理 所以才叫 因四地 得说第一意 他就无法了解 如果你不跟他先讲世坚的道理 则不得说第一意地 他就无法了解 他一件事情都有他的 真俗 恶地 好友一说 比如说 我们劝诸位来寺院供养人 供养佛法生三宝 供养生种 或是供花 供香 供水果 等等 表面上说 看上去是你花钱 买这些鲜花 香 水果 但是呢 他说是 诸位所得知的是 供养三宝会得福报 对不对 这是世俗地 但是 有世俗地 作为基础 说你有了福报以后 可以进修会业 然后修行 断烦恼 成圣 这是不是圣意地啊 所以因世俗 而入圣意 这两者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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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的佛教 圣意 强调的极少 世俗强调的极多 所以会造成 不平衡 但是依照中论呢 是怎样 不依世俗地 不不得入第一异地 如果你不入第一异地 就不得 真正的涅槃烦恼 就不会熄灭 哦 哦 好 所以呢 在底下 若人不知恶地 假使一个人啊 无法了知 恶地法门 或是错解恶地 将世俗地 当作圣意地 或是圣意地 套用世俗地 这都是不对的 这都是不对的 哦 那我们不是说 二地融通三媚印吗 对不对 但是二地为什么能融通 是因为都是空性 所以才能融通 如果二地 独立 各别存在独立 那就是 有什么 相对相待哦 这就不是真正的佛法本意了 好 底下 若人不知恶地 则不知自立 他立 共立 好 这边说一下 嗯 在基金会的本子 他并没有解释 什么叫自立 他立 共立 嗯 佛光山的本子 他是说 如果人们不懂的是两种真理 就不会懂得为自己谋利益 为他人谋利益 以及为自己和他人谋共同利益 不知 若人不知恶地 则不知自立他立 那什么是自立他立这些啊 好 我给大家说 嗯 自立他立 好找一下哈 嗯 回答 有2D 好 好 好 跟诸位说 假若我们不能如实的了解二帝法门 就不能得知真正二帝的自立 这个自立 这个自立是什么 这个利益自己啊 利益自己是指修行 只习烦恨恼而说 他利呢 就指度化众生 利他 那自他恶利呢 是从自立 而能够 要不要讲错 从利他 得到自立 自他都能够共同的 止息烦恼 到达第一异地那里去 好 所以这个自立他利 不是表面上的什么 自己的利益 他人的利益 或是共同的利益 不是哈 由自立而能利他 而由利他而完成自立 这才叫共利 自立呢 再说一次 利益自己是自己的烦恼止息 他利呢 利益他人度化众生 是众生的烦恼止息 好 共利刚刚讲过 所以 所以哦 你现在听闻 世俗地 要得 要不就是说 这个 如是若知世地 则知第一异地 则知第一异地 我们怎么说 知道世俗地 而得知第一异地 呢 就是这样来的 知道第一异地 则知到世俗地 所以这才叫二地融通 但是 但是是不是等于世俗地 就是圣异地 在十二门论上 不是这样说 他是说 由世俗地 由世俗地到第一异地 那里去 而你了之第一异地的话 就能呢 融会贯通世俗地 哦 真的说 所以说 若知世地 则知第一异地 知第一异地 则知世俗地 这都解释过 好 现在 龙殊菩萨 反驳 外道 现在 现在 你只听闻到世俗地 就以为世俗地 是第一异地 那这样就会产生 理解上 极大的过失 所以 事故 跺在失处 在底下 标题 它是说 如果呢 空性不成立 就世俗地法不成立 他是反过来讲 外道是怎么说 如果空性的话 就没有世俗地 但是 龙殊菩萨说 若没有空性 则世俗地不成立 他是反过来讲 知道吗 哦 来来来来来 今天我感觉 讲起来特别累 外道说 今天好像是特别热 他说什么 如果 空 成立 折 什么 折什么 没有 没有 失地 ETC就是等等 好 论足 说 如果 没有 没有 空 没有 走 没有 四地 所以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有空 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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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地 知道了吧 有空性 把四地成立 那这个 怎么让我们知道这个空呢 两本书大家可以读一下 第一本性空学探究 空之探究 对 对 这是应孙掌老两本书专门闪 闪述空的 这空有很多的意思 很多意义 像 空去烦恼 这是小圣的空 还有大圣的空性 等等 论主说 论主说 如果没有空 就没有 湿地 外道说 如果有空 那就没有湿地 现在这样了解了吧 所以是有空折有湿地等等 这是论主说的 外道是说 有空呢 就没有湿地 有空折没有湿地 好 然后现在 这一段就是 若不空折无有湿地 好 接下来 这一段就是 好 接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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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段講完 這段 這段講完還有 今天這一門又可以講完了 好,底下白話解釋哦 先把這段文念完 諸佛因緣法名為聖身地義,是因緣法無自信物 好,這可以了解 我說是空 這個跟中論講的一樣 中論第24品第18寄送,他怎麼說呢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就是這個 所以諸佛因緣法聖身地義 是因緣法無自信 我說是空 好,若諸法不從眾緣生 所以說一切世間的諸法 和一切事物 如果不是從 眾因緣所產生 那就會啊,各自有各自固定決定性的五韻 而這五韻就不會有生滅相 我們現在說的五韻呢,是因緣所生的 所以五韻呢,會怎麼樣 有生有滅 有因緣有生滅 如果說不從眾因緣生 那麼這五韻呢,各自獨立 永遠存在 所造之罪,無法消融 對不對 想福的人永遠享福 造罪的人永遠受罪 這是錯誤的 所以說 這裡講 諸法若不從緣生 眾緣生 則因 因各有定性五韻 不應有生滅相五韻 好,現在講 在底下 他說的 不生不滅 即無無常 若無無常 則無苦勝地 若無苦勝地 則無因緣生法 即勝地 所謂的這裡 不生不滅 指的是 這裡的不生不滅 你不要把它理解成 佛法講的不生不滅 這裡的不生不滅 是 他是常見或斷見 我看一下他的解釋 假若諸法不是從 從眾緣和合所成這個講過了 他們都各自有定性 如果是這樣 五韻也不應該有生滅相 如果五韻呢 不生不滅 所謂不生不滅 就是不會生起也不會滅除 他就會墮入 他就會墮入長或斷 不會生起也不會滅除 不會滅除就永遠橫長不變 就是 遷到前面的定性五韻 所以這裡的不生不滅 要這樣來理解 謝謝 如果長或斷 就會沒有無償 沒有無償相 若沒有無償相 若沒有無償相 就沒有苦聖地 若沒有苦聖地 就沒有呢 沒有什麼 極聖地 因緣生法及聖地 好 諸法若有定性 則 則無苦滅聖地 何以故 信無便亦故 這個我看的是很清楚 如果呢 世間的一切諸法 各自有各自的體性 就個別獨立存在 存在的永遠層存在 這個不存在的永遠不存 那麼苦呢 就會永遠存在 就不會有苦滅的一天 所以說就無苦滅聖地 為什麼 信無便亦 如果沒有這個苦滅聖地 就沒有呢 極滅聖地 沒有極滅聖地 就沒有盜滅聖地 就沒有了 滅聖地了 啊 這一路就被否定下來 所以空 一定要什麼 這空信 緣起 之理 不可廢 這是第四段 若不空 則無有失地 其實再從上面呢 再推下來 若不空 則無有三寶 也就是說空信存在 才有三寶 好 好 好 然後空信存在 才有罪有福 好 等等 有罪有福呢 然後世間 出世間法 才能確立 無罪無福 無罪無福都落入 斷腸二間 就有自信 最後還是截關一切法空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把第五段 第六段 給主委講完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 看第五段 第六段 我們就 其實這也是 順著前面的脈絡 說空信要成立 好 那第五段 第六段 我們就 不再多做說明 有白話解釋 因此啊 我們如果不接受諸法因緣聲 就緣起的道理而空性的道理 如果你不接受緣起而空的這個道理的話 那麼就不會有四聖地 至於說 緣起空性之理和四聖地的連結 在上面已經講過了 好 如果沒有四聖地法門 我們就啊 沒有辦法 有德正 四聖地 不論你是學習四聖地 或是 修習四聖地 到正德四聖地 就不會得到 如果不會得到 學習修行和正德的四聖地 那你就啊 沒有辦法得知 得知什麼 苦 得知苦果 煩惱的產生 產生苦果 就 無法知苦 斷去苦的什麼 根源 就斷疾啊 苦的根源就是煩惱 就不能正德疾滅 而 就不能依著 道 而修行 而正德疾滅 啊 所以說 是 若無得是聖地 則 無知苦斷疾 修到正面 如果沒有辦法 知苦斷疾 修到了正面 呢 就沒有四沙門果位 沒有四沙門果 沒有四沙門果 就沒有了 得到四巷 四巷的修行 這四巷的修行 所謂4巷是果 我跟主委说 先是出国相 然后到出国 二国相到二国 三国相 然后到三国 四国相到四国 所谓的四相 四国 出国相是贤人 正德出国 以上都是圣人 其他的三相 四国都是圣人 二国相 三国相 四国相也是圣人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是圣人 只有出国相是贤人 好 如果没有这四相四国的修行者 这八贤圣 就没有佛陀 抉择 抉择 像外道你这样说 破坏元旗法 会导致啊 教法的毁灭 没有教法 没有四相四国的缘故 就没有生中 既然没有出家的 不管是圣义生或世俗生也好 就无法传承接续啊 佛宝和法宝 所以说 若无佛 无果故 则无生 若无佛法生 则无三宝 若没有三宝呢 等出世间之法 连世俗法也会跟着破坏 所以像外道你所说的 是错误的 所以此则不然 所以一切法空 要成立 事故一切法空 好 第五段 六十九月说完 好 再来 若不空则无罪无福 这里的无罪无福 使我想起了 这个 哎 关罪服品 是不是 百论的第一品啊 哦 这边又跟百论有关系 但是 事实上 他是不是也是中论呢 我们看 他讲到罪服这上面 好 罪服上面 哦 是在这楼 以 这个 关信门 看一下 看 他这个罪服的部分啊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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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是是 是中论的34 35首 哎 所以他连接着下去的 啊 找到了 若諸法不空 無作罪服 故 不空何所作 以其信定故 如于罪服中 不生果报者 适者离罪服 而有诸果报 好 等等 就是跟 中论的第 这是第 这是第24品吧 如初一册 对不对 这是第24品 对吧 对不对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把十二门论 把它 讲完 好 这一段我先念完 富士若诸法有定性 则无生无灭 无罪无福 无罪福果报 世间常识一向 事故当之 诸法无信 若为诸法无自信 从他信有者 事与不然 这里就是 又回到中论的第一品 诸法无自信 也无他信 是不是 在中论第一品 诸法不自信 亦不从他身 不共生 不无因生 是不是 好 从他信有者 事与不然 何以故 若无自信 云何从他信有 因自信 有他信故 又他信 即是自信 何以故 他信即是他自信故 若自信不成 他信亦不成 若自信他信不成 离自他而信 何处更有法 好 白话解释 再说 现在从副次这里开始 再来 假若诸法有他自己 定然 而 而什么 必然存在的自信 必然 必然 真实存在的自信 如果 诸法 有这个 定性的话 那么 一切诸法 就 无声 无灭 也没有 恶行的罪业 也没有 善行的福业 嗯 无声无灭 是什么意思 讲过了 没有这个 恶行 造作恶行的罪业 也没有造作善行的福业 就不会产生果报 那世间呢 变成恒常不变 没有差别的 所以呢 啊 绝不是像外道所说的 世间尝试一下 所以 当之 诸法 实无自信 如果外道 认为 诸法 一切诸法 无自信 所以他们会说 既然没有自信 那就从他信而生 换言之自信不存在 他信应该可以存在 那么 他信 把它解释一下就好了 啊 没有 自信应该从自信这一条里面找 来我们看自信 指诸法 各自具有的 体性或体相 指诸法 各自有他的自信 自己具有的体性或体相 那么他信呢 就是离开了 就是离开了 自己所具有的体性或体相 从其他 地方而产生 称之为他信 但是说来说去 这个他信 也是自信 啊 他信也是自信 啊 那么应顺长老 他说 这个自信呢 或意为自体或自己有 自己而成的意思 自己规定自己 自己产生自己 啊 有自己有特殊的形态或作用 所以称之为自信 好 他信呢 就是 不说自信 是由 自信之外 而产生 称之为他信 其实也是自信 好 好 所以从他信 有者是一不然 何以故 无自信 云何从他信 而有呢 啊 没有 因为有自信 所以才有他信 而他信 就是自信 何以故 依借着自信 而有他信的存在 其实这个他信 就是自信 他信呢就是 其他物体的自信 所以称为是他信 既然自信没有 怎么会有他信呢 所以离自他恶性 何处更有法 自信不能成立 他信也不能成立 那既然自他恶性都不能成立 怎么会有一个实际存在而不变的 事物能生成或存在的 或是永远存在 没有这回事 所以何处更有法 最后 截关一切法空 我不晓得这个最后这里 截关一切法空 是不是都跟前几门 一样 一样 好 最后 就说 若有不成 无意不成 事故 今推求无自信 无他信 无有 无 无故 一切有为法空 有为法空故 无为法义空 有为无为皆空 何况我也 好最后这里 也 也结束了啊 好 那我们就把 第 八门 给诸位 说完了 下周呢 关英果门 啊 关英果门 最后一点点 关作者门 关作者门 就是关作作者品 或关燃可燃品 都一样 那大家先回去呢 先复习 看一下 好 然后下周我们来讲这 俄尔门 哎 关作 关作者门 多不多呢 多 多 好 那下周我们来说这俄尔门 今天我们 暂时啊 先提早下课 我们的喉咙 有点问题 好 那大家先回去看哦 中论的 什么 关作作者品 等等这些哈 好 向下文常赋予来日 你今天时间说到这 好 好 好 今天就先 早点结束哈 好 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好 今天先这样哦 好 今天先这样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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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